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这个定理呢叫做功能定理 它主要是探讨就是说外力对系统做工以后 对整个系统的能量呢之间产生的一个转换关系 但这边的能量呢指的是力学能 就是动能加上位能 那我们看第一个定理 第一个定理就是说它告诉你说外力呢 对这个系统所做的功 最后呢会转换成对它的动能产生的变化的一个量 那我们了解外力呢有两种两大类的外力 第一大类呢叫做保守力 所谓保守力呢 比如说重力 重力它是一个保守力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做说明 比如说有一个系统 它本来放的位置呢是在这里 我现在要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上面去 我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去移动它 第一种方式我直接把它拿上来 再把它移过来 这是第一种移动的方式 那第二种移动的方式呢 直接把它拿过来 第三种呢我可能绕了一大圈以后 再把它拿过来 那我虽然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去移动它 可是重力 因为重力它是一个保守力 虽然是三种不同的移动方式 可是重力对它所做的功能是一致的 那如果这种力有这种特性的话 这种力我们就叫做保守力 那反之呢就叫做非保守力 那这边所谓的进攻呢 指的就是不管是保守力也好 非保守力也好 所有的外力对它所做的功的总和呢 我们就称之为进攻 所以因此你要计算 到底这些力呢 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呢 可以从它的动能的变化量呢 看得出来 因为两个是相等的关系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质量为M的一个系统 它本来的速度呢 假设是V0 就是没有受到外力作用之前 它的速度是V0 那理论上假设它在 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作用的时候呢 它是在做等速度运动 那就因为等于外力没有对它做功嘛 那我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说 外力对它所做的功能 就会转化成它的动能的变化量 就是功能定理里面所提到的 所以它会做等速度运动 但是现在呢 受到一个同方向的一个水平力的作用 所以它就是一个加速的状态 那这个外力对它所做的功 那假设中间不考虑摩擦力的因素的时候 单独这个外力对它所做的功能就是 F乘上S 因为它们中间的夹角是零度 那就会转化成它的动能的变化量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质量 乘上这个墨速度的平方 因为二分之一的M呢 乘上VF的平方是代表它的做功完以后的动能 然后再减掉呢 V0的平方 因为呢 二分之一的M乘上V0的平方呢 是做功之前的动能 这一项的成绩呢 就是代表这个外力对它所做的功 那如果要考虑到摩擦力的因素也没有关系 因为摩擦力对它做的是一个负功 所以我们把摩擦力的因素加进去以后呢 也是可以在它的动能的变化量里面呢 来显示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另外一个例子 一样它一个系统它的质量是M 它目前的速度呢 是V0 可是它受到一个反方向的一个平行力的作用 所以最后呢 造成它减速 为什么它会减速呢 因为这个力 这个外力呢 对这个系统所做的功呢 是一个负功 因为根据功的定义 它是F乘上S 因为它是往右边移动的 可是两个的夹角呢 是180度 那我们知道cos的180度 它是负一 所以等于说这个外力呢 对整个系统所做的功能是一个负功 但是这个负功呢 我们也是可以用 也是用功能定义的公式呢 来计算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 M 一样用摩速度的平方 然后呢 减掉 初速度的平方 但是因为末速呢 一定比他 比初速呢 要来得小 所以代表这个外力呢 对系统所做的功呢 是一个负功 接着呢 我们来看功能定义的第二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完全是针对保守力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比如说是重力 重力它是一个保守力 当重力对系统做功的时候 那这个重力呢 对系统所做的功能 就等于它的重力的 重力未能的变化量的负值 我们知道变化量的话是 那个末量减掉粗量 所以这个us呢 假设我们用重力未能来做代表 那这个wc呢 就是代表的是重力 重力对这个系统呢 所做的功 那我们知道变化量的话 是用末量呢 减掉粗量 好 重力未能的末量 减掉它的粗量 出状态的重力未能 那如果把这负号加进去以后 沉进去以后呢 实际上就是等于它的 出状态的重力未能 减掉末状态的重力未能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用一个图来显示这个中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一个球呢 它如果是往上抛 OK 它往上抛了以后 它上升了一个h的高度 那这时候重力对它所做的功呢 wg 因为重力是往下的 位移往上 中间的夹角呢 是180度 所以重力这时候 对它所做的功呢 是这个mg 就是乘上这个h 再乘上cos的180度 所以这变成就是负的了 所以这时候重力对它做的功是一个负功 负的mg h 那你看它这个出状态的重力未能呢 是0 因为它当时是在这个位置 因此就变成0 出状态的重力未能 ug1 然后减掉ug2 那我们知道ug1是0 所以再减掉ug2 所以就造成这个ug2呢 是mg2 所以我们过去在介绍重力未能的时候 就是说一个系统 假设是往上移动 垂直位移如果是正的话 它的未能是增加的 就是它的未能的 重力未能的变化量呢 是正的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个球 如果它是往下掉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重力对它所做的功呢 是一个正功 wg的话 因为重力呢 它是mg 那它的位移呢 是h 那两个的夹角呢 是零度 是同方向的 所以重力呢 对它做的是一个正功 那如果用功能定理来解释的话 它会等于ug1 出状态的重力未能 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 重力未能 然后减掉了 莫状态的 重力未能 那出状态 我们通常是把它设成0 再减掉莫状态的 重力未能 所以呢 我们就得出莫状态的重力未能 当然这个重力未能 是跟出状态来做比较的 就是 负的 mgh 所以我们过去也提到过 就是说 当一个系统如果往下掉的时候呢 它的未能的变化量 当然这个变化量是指 跟出状态来做比较 就是变成一个负的 mgh 这个跟我们过去所提到的呢 是吻合的 那有关这个功能定理的介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